5月5日广东东东莞东城官方发布的 5月6日至13日东城街道核酸检测安排一文 盖文称根据工作安排东城街道 继续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盖文称根据工作安排 东城街道继续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有检测需求的市民 可前往公布的两个核酸碟进行采样 东城街道卫生健康局表示 本次核酸检测系按照相关规定 未满足群众需求 为自愿进行核酸检测人员提供的是非强制性的 本次核酸检测服务中 单来价格不超过13.5元 该收钱呢 单是非强制性的核酸检测服务 中单来价格不超过13.5元 这啥意思 我得看个文字稿 呃 愿检浸检人员 单检费用不高于13.5元 以现场价格为准 这是收费的 这个又啥呀 这个又不是个强制的 给那个核酸公司吆喝呀 我看到那个金玉的人今天 我问他 我说你们河南的那个 的哥们们被处理了吗 他们竟然不知道 那是好 那是好 那是四个新型的 四个新型的 我说到这边 这边是不得了 这边是什么